Namotas bhagavatu arahatu samma sambundas 离尽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村者 最近有人常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佛教修行人 常常我们要排除一些欲望 特别是娱乐 对娱乐的追求 特别是在修行期间 那就有人问了 那我呢 我觉得我喜欢听歌 特别是心很烦躁的时候 很不快乐的时候 很心乱的时候 我听了一些音乐一些歌 心里就舒畅 那难道不能听吗 针对这个呢 我们佛教是怎么看待生命的贴身的 佛都并没有叫全部人来说八戒 或者全部时候守八戒 在佛陀时代呢 那些居士 基本上呢 他们是每个月大概有四次 布杀日 这是平均大概是七天八天一天 就有一天是布杀日 布杀日呢 他们就会去到寺庙里面呢 去守八戒啊 修禅 而其他的时候 当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在生活之中 他们是守五戒的 因为佛陀很清楚地认识到 居士们嘛 他们不太可能能够全部实现 活得像出家人一模一样 不太可能 但是对出家人来说 你追求更高的快乐 更高的清净 那你就要放下低层次的快乐 不然的话 你抓着低层次的布放 你怎么上到更高层次呢 这里有个比喻 说服有个比喻 就是像爬楼梯嘛 如果你抓着那个楼梯 那个下一级 或者不是楼梯 那个梯子 你手抓住那个梯的时候 你抓着布放 你怎么上到上面去呢 你一定是抓上面的 那个梯的那个干 然后呢 你放到下面的去抓上面的 又放到下的 又抓上的 那才对啊 所以修行就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假使说 满脑子坐肩饭科的 想要做坏事 然后满脑子乱得不得了 那如果你给他去 好好的跳一场热舞啊 甚至像那种 让他的注意力 分散他的注意力 跳那种 什么重金属的歌 还是什么都好 让他消耗掉他的能量 让他能够 暂时忘掉他的恶念 从那个角度来讲 那都是好的 因为他从更恶的状态走出来 更大的情况走出来 但是呢 如果你要得到更清净 清凉的快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种重金属的音乐 可能就会很干扰了 心里就很乱了 很嘈杂了 但是可能清音乐 反而也帮到 帮到睡眠 帮到心的安宁 和祥和 但是如果你要更高层次 你要达到禅定的快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即使是清音乐 这种世俗的 这种直曲 这种乐乐趣 用调子的那种直曲 都可以是一个阻碍 因为它是造成那个 贪欲盖升起的因素 那贪欲盖升起 你就入不了禅定了 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说 要拿一个标准 适用于全部人 当你有条件 手霸街 有条件修缠 甚至有条件 出家的时候 那也就是表示 你是放得下 那个低俗的快乐和直曲 然后呢 走向更高的快乐 是这样子的 所以记得这个比喻 像爬梯子上的比喻 所以我们不要说 这个是不是全好 全坏 不是的 是看你在哪一个方位 如果你已经迈向更高的层次了 那低层次的快乐 你要放得下 因为它是一种直曲 但是如果你还在很低的层次 是不是 像有些时候小朋友 他们唱唱佛曲 好啊 他唱到佛曲 还抒发过后 他心其实不知不觉 在唱佛曲的时候 他已经一些佛曲的那个歌词 进入他的心 给他种下了好的种子 比如说 以前我在年少的时候 唱过一首 我们常常唱的 无常的歌 日生日落又一幕 化而开了 化又谢 所以当我们自己 经历过生命的无常的时候 这首歌的歌词就浮现了 它就帮到自己 所以你说 那个佛曲好还是不好 是好 但是如果对出家了 修行人 那个时候的那个心 已经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去 理解法 去体验法 体验禅定啊 让我内心的更宁静 和祥和的时候 你再去想这些佛曲 那其实那种 也有欲乐的成分在里头 那心就不能够静下来入定了 所以要这样子来理解 我们才能够明白 我们学佛的路上 还有一路上 所采用到的那些工具 所以也不要说一种模式 比如说出家人的模式 要全部人来跟随 那也未必是适当的 所以要明白 最主要是 我们在哪一个方位 它的原则就是 我们要走向师生地 更靠近师生地 那就是对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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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